老婆 老婆 你跟娘过这次 怪父就不抓你了 老婆 把花被老师父放了 老婆 你娘说了 老婆 你把老师父放了 你娘就死给你看 喝口水吧 谢罗 谢你了 老姐姐 谢谢老婆 老姐姐 你们李佳在试探做的那些好事 我们都知道 老姐姐 这李佳好好的 咋就出了土匪了呢 老婆不是土匪啊 老姐姐 喊吧 老儿能听的 让我回家好好过日子 可别摆了你们李佳的门缝 别 别 老婆救我的 好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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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娘不把火被老转转完啦 你娘就死给你看啦 我死给你看 你不出来 老婆 老婆 你亲一把势力หน she's here 我 abundance 我就撕给你看看啊 你二叔跟你娘 我没有这个事吗 二叔 咱一把火把先生给烧了一把 我们现在啥恶事都不敢做 要不非用了我娘的命名 那咋办 那就看你二叔跟你娘 你看你看 丢人现眼的在这敲我打鼓 喊你那娘 当土匪的时候 让娘管着 这当了土匪还让娘管着 这娘生来就是给儿子找麻烦 给我认识 我要是没娘 我让你把狗怂都去建言我去 他还是英子说得对 说这个土匪善 跟别的土匪不一样啊 哥 你就把他娘给放了吧 不能放 这个土匪不好抓 抓了好多年都没抓到 这次把他娘扣在县里勾他出来 还是张银贵他哥出的主意 这可是个机会你知道吗 哥 啥叫官逼民反 这就是 你咋还能逼着他娘和他二叔 在街上喊他呢 哥 李伙德这个人他善起来很善 可他要是饿起来 谁也挡不住 哥 你就把他娘放了吧 你懂啥 我说不能放就是不能放 娘 你不是娘生子 你咋就逼着一个当娘的去邮街呢 娘 真不是我逼的 是他自己要干的呀你 你不逼人家 人家能去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吗 娘 快说说我哥吧 小三啊 小三啊 你没说这个土匪善 那他人肯定善 他要不善 就不会把你妹妹放回来 再说了 他当年打死你小舅子 那是被逼急了 再说了 你那个小舅子 仗着你当县长的姐夫 没少做恶事 人死就死了 这事也不追究了 你不抓他 他就不会上山当土匪 老这么渊渊相报 何时是个了啊 去 跟他说 我们不抓他儿子了 啊 娘 这 这 英子 走 送奶奶上街 奶奶去见见这位可怜的娘 娘 我也去 娘 你别去啊 要不我去行不行 你去 我不放心 娘 我要亲口告诉他娘 咱们不抓他儿子了 娘 走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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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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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狗似的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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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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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就听儿子一句话别去了啊 那么多人围着 你让我的脸往哪儿高 你儿子可是一线支掌呀娘 哦 你是啥我不管 我就知道你是我儿子 对 人家 人家的娘 为了儿子能够游街 哎 我咋就不能去看看人家 再说 他儿子放了你妹妹 我不得去谢谢人家 啊 你别管 娘 走 快给我跟上 拦着我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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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娘旁边那个丫鬟 好像是你稍微救那个鹰子呢 哎 哎 哎 是不是 是 是他 哎 他的宝座见到家里去了 小柳子 你快去看看 看他们跟我娘都说些啥 快去 好 老爸 你要冲啊 你再不要跟人家了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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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为了 不让你们难为这个当娘的人 我婆婆姐姐 不是他们难为我 是我自己愿意干掉 家们不行 大妹子 别再难为自己了 不要为了一个儿在这儿受罪了 大妹子 这是我的儿 她答应了 以后啊 不抓你的儿子了 别为了一个儿在这儿受罪了 还是回吧 回去吧 嫂子 你听见了吧 你快跟我回家吧 不行 不行 我还得喊一喊 看她出来不出来 我妈 我妈 娘 招呼你娘 三儿啊 娘 你听这个当娘的喊几句 让大伙都知道 你们以后不抓她儿子了 啊 你娘 这回子没有现场喊的 有什么不能喊的 她是现场 代表政府 她不能喊 啊 你你不喊 你不喊我喊 娘 你喂 你是保安队长 把我把土匪给你碗 那不 我喊几千 我妈 你不喊 真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人家一个土匪的娘为了儿子在这儿游街 你们 你们不能替人家喊一喊她的儿子吗 就是 要不 你们就是在骗我嫂子的娘 你 你不会骗我吧 啊 不会不放过我活吧吧 不会的 不会的 你喊不喊 你不喊 我喊 我喊喊 娘喊 当英贵 你喊 你不喊 你难道非让我这个当下难道喊不成吗 好 我喊 李火东 你听好了 我知道你在附近 我们答应你娘了 你让你回来不当土匪了 我们就不抓你了 别客气 我们政府 说话是算话的 人家说 你娘 明天就回村了 不说话 你哥们儿说话 不让咱们干多事啊 不说话 不说话 李火东 不说话 你哥们儿说话 你哥们儿多话 不让咱们干多事啊 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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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文桃 喂 这点给你啊 你待会把那班人放进去 这么听那儿了 我这边有一个书人 我去看一眼 好 谢谢 张鼠 够休闲 这都坐上风筝了 耍着呢 傅田 别傅田了 我已经改名了 我现在叫李济光 这你爹给你启哈的这个名字 怎么能随便给呢 你这个王 名字不好 还不行改改 你书我都拦住这么几天了吗 你也不过来看好吧 你爹托人过美娥的这一院房子 好啊 别提了 你提我爹我就来信 叔 你说我爹他好好的 怎么让人把耳朵给割了 就是嘛 你说 你好好这个耳朵割头 你说难看不难看 你爹又没有惹他这个李济端 你不是个人 你看 不走着一批了才怪我去 你见过那土匪啊 见过啊 那是石子探的人啊 我们县里的土匪 你就属他最恶最恶了 厉害得很啊 傅田啊 我给你 激光 对对对 激光 我不瞒你说啊 我就是被这些土匪闹的石子 还怕了不得流 才跑到兰州城里出来了 张叔 要不您劝劝我爹 让他也搬过来算了 他 他 他才舍不得离开你 你想吗 那半个现成的美卖呢 都是你们家的嘛 他能舍得离开啊 快算了吧 快去 宝玉等了你好几天了 早上你把他带到 河里头转一半 快去 宝玉 宝玉 季光哥 你爹玩封着你看书 现在全中国 是不是就你们爷俩过得最清闲 你终于来了 这兰州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都快憋死了 我可没你那么清闲 我这还是路过才过来看看你 快说说 你每天在忙先撒 说说说说吧 跟我说说成立的事 要不我像个傻子一样让人笑 我听说 你报考的医砖 对啊 我想学医 孙中山他不就是学医的吗 得了吧 你手在这拽 我问你 那孙中山为什么毕了业 不干医生的事啊 这个 哎呀别说我了 说说你的事了 没事 你出去吧 不叫你别进来 说吧 我呀 现在每天都忙着抗日的事 那你不上课啊 都快成了王国奴了 我还哪有心思上课啊 也就你 天天窝在家里看书 还要学人家孙中山学医 我问你 国都病成这样了 都快成了王国奴了 你 你还要学什么医啊 我问你 现在是救国要紧啊 还是学医给人看病要紧 所以我傻吗 要是你不跟我说这件事 我哪知道我该干啥啊 我也看你事有点傻啊 哎对了 待会你有事吗 没事啊 没事我带你去见我几个同学 我们约好一会去吃涮羊肉 好 今天我请客 你请客 行 那今儿就吃大户 你家才是大户呢 我家哪有你家有钱啊 等等我 这边那条鸡 整个是一个纵像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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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些 这些标记全部是我们贴的 清除倭寇 赴我中华 鸡关哥 这些字都是你写的 这也是我写的 那些蓝的绿都是我们同学写的 你可干的真都是大事啊 还是成立好 不像我们小小的船丸镇 死气沉沉的 四万万同胞团结一心 激光哥 我也喜欢七激光 明朝的抗国大英雄 当然了 七激光也算是抗日英雄 要不我为什么改名叫李激光呢 对了 你是学历史的 你给我也改个名吧 宝玉这名太难听了 贾宝玉 我觉得挺好听的 你爹没给你再说一方林妹妹啊 你就别休我了 激光哥 我能和你们一起干抗日的事吗 当然能 抗日是每个中国人的事 谁要是拦着不让干 那就是汉奸 可是我爹说了 把家搬到兰州城 就是怕我不好好学习 他说学生就是要把书读好 抗日的事是政府和军人干的 他胡说 别挺他的 我爹也这么说我 咱瞒着他们 自己偷偷干 别告诉他们不就完了 那你不考医砖了 你不都说了吗 国家都病成这样了 都快亡国了 现在抗日救国才是大事 这句话说的还挺像个男子汉的 就从这句话 这顿涮羊肉 还是你请 本来说的就是我请 我带着钱的 国产这么大 还没请过客呢 你告诉我 李飞德 你过来一下 邱班长 耍四 学长 下班以后 把这封信送到南街济士堂大药铺 交给他们的掌柜 他们掌柜的叫周泰生 好 这封信很重要 不能有任何闪失 明白吗 放心吧 你管长 隋德 有些书 不能在公共场所看 有什么看不懂的 就来问我 好 来来来 都放开了吃啊 今儿可是他请客 对了 季光哥 你说的那些道理 都是在哪知道的呀 单是书上了 啥书啊 在哪能买到啊 哈哈哈哈 你们别笑我 我是从山里出来的 啥都不太知道 罗宇 有些书是买不到的 不过别急 回头我给你弄两尾看 你可得悄悄地看不见你爹知道 啊 哎 我要啥时候能离开他们就好了 省得干啥时候都要防着他们 真烦 哎 你说你都啥都没干的 你都反上他们了 我都防我爹多少年了 每天回家都跟做贼似的 哎 你爹是干啥的 他爹 他爹可是大人物 咱们甘肃省的警察头子 我爹也是这么说的 说他呀 连我收拾不了的话 就不配做全省最大的警察头子 我呀 早就受不了他的 早晚都得跟他决裂 季光 我们可就指望你了 他们指望你啥呀 对你 展示保密 又一个展示保密 你把我当汉奸了 我告诉你别着急嘛 要慢慢来 就算是 就算是考验你一下 好吧 我接受考验 赶紧吃赶紧吃了 吃完待会儿募捐去 募捐 募捐什么呀 是不是募捐靠着经费呀 就你问题最多 赶紧吃完你就知道了 快 你爹呢 没什么大毛病 回去一话 劝劝他 把他那脾气改一改 少喝点酒 那 去找药去啊 喝酒 我问你爹好啊 看什么病啊 我不看病 国立冠粗学院的牛熊观察 让我去送东西 你是李水德 是啊 你才知道 我听马葫芦说 你刚到兰州的时候 吵着嚷着 要去找共产党 是不是 现在还找不着了 周掌柜的 我 对政治不感兴趣 马葫芦说的肯定不是我 你认错来了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我是从山里来的 啥也不懂 就知道挣些钱 回家娶个媳妇 送上些娃 周掌柜的 对不起 告辞了啊 那我就不远送了啊 是可好苗子 待会儿咱们计划一下 你带着他们几个 往那边去 那个应该是叫 咱县的 李先生 李先生 你叫我吗 对 我是叫您 您不是 世子滩学校教书的李先生吗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是谁啊 我是传湾镇的 有几年没见了 那年您去传湾镇 找我们老师说课本的事 我还请你在我们家饭馆子吃饭呢 你是张金贵的儿子 张宝玉是吧 对 他叫李激光 也是咱县里出来的 在甘肃学院上大学 你好 我叫李水德 在你们学院 图书馆找了个干的 我见过你 你 再说一遍你叫什么 我叫李水德 柿子摊的有一个李火得势你什么人 是我四弟 你四弟是个恶匪 这个 也不能这么说 这个什么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我告诉你 你回去问问你那个土匪弟弟 你问他凭什么割了我爹的耳朵 起来 你说啥 他割了你爹的耳朵 你稍等这给我装散 我告诉你 机关哥 你给我站住 机关哥 机关哥算了 机关哥 我告诉你 机关哥 我见你一次 我打你一次 机关哥 你家火得 割了他爹的耳朵 他能不起吗 所以说他打你啊 也是人之常情 那他知道我跟他是一个组织的人 他会打我 肯定不会 鸭鸣哥 你让我也出去那 水灯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革命工作分工不同 八路军在前线打鬼子 和李吉光他们 组织学生游行演讲 是抗日 我们在地下干的这些事 也是抗日 现在外面形势很复杂 首先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那也不能让我每天就 组织上这次 让你当这个地下交通员 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你刚从山里出来 以前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 一个从山里出来的汉子 进城谋生计 这是最好的身份和背景 雪德 你别急 工作有你干的 你现在的首要人物 是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掌握一些 在这种恶劣条件下 工作和斗争的经验 这是组织培养和锻炼你 该说的说 该问的问 不该说的不该问的 一个字都不能提 哪怕是自己组织里的人 那给人的感觉 就是 我是从山里出来的一个傻汉子 就知道挣了钱回家娶媳妇 对 这点很重要 对了 你的入党申请书 我已经交给组织上了 只要他们完成了对你的考验 你就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了 我早就盼着这天了 马龙哥 牛馆长也是咱组织里的人吗 嗯 嗯 我要多醉了 不该问的别问 是吧 好 好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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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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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认识我吗 认识 你是小学 咱找个安静一定要说话 走 嗯 吃饭 英子 你还记得火爷不 咋不记得 是他把我救出来后 让你把我送回家的 哎 哎 哎 我听说 你们把那个过山户恶人给杀了 哎 对着你 哎 英子 火爷让我来问问你 说你每天在县长家里 你肯定知道些事情呢 啥事 哎 如果火爷不当土匪了 他们就真的不知道我们火爷了 他们是骗火爷娘呢 你告诉火爷 我千万不能相信他们 他们把火爷娘抓到县里 就是为了抓火爷 这个鬼点子呀 还是那个 张云贵的哥哥 张金贵出的呢 这个可不值得 对了 我还听到说 他们这几天正要商量着 请部队打天龙山呢 啥 说县里的土匪都在那儿拒着呢 你赶紧告诉火爷带上人跑吧 哦 哦 哦 哎 英子 谢谢你啊 你有良心 我们火爷没白救你 我得赶紧走 把这个事情告诉给火爷 哎 对了 哎 如果我以后还有事情 我去哪儿找你呢 哦 我就是东京的大菜楼的大厨子 大家都叫他吴胖子 一找到他就找到我了 好着呢 然后走来 赵团长 一个赢的人手恐怕不够吧 你想想 全县的土匪 差不多全聚在那里了 而且天龙山是个一手难攻的地方 这人手少了 恐怕拿不下来吧 一个营 还嫌不够 我们可是正规军 不就是几个小毛贼吗 再说了 这一个营也是我擅自调动 这要是让上边知道了 我这个团长恐怕就当到头了 赵团长 这剿匪也是为了国家吗 是 没错 剿匪是为了国家 可是是你保安队的事 不是我正规军的事 我到这儿来住房不是为了剿匪 跟你说也不明白 我们是建制部队 这里面复杂着呢 那好吧 一个赢就一个赢 我们把保安队的人马 全吊上去 天子 你放着吧 是 俗话说 人马未动 粮草先行 这当兵的嘛 要吃粮 要灵饷 现在是非常时期 这国民政府也不宽裕 当然了 我知道 你们这个小地方 也不负 前年我在四川住房的时候 也是你这么一个县长 也是要剿匪 我真是没见过那么小气的县长 他要我出一个营的兵力 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拿五万大洋去 给兄弟们打打牙击吧 什么 五万块大洋 这也太多了吧 黄县长 这可是打仗 弟兄们上去是给你拼命去的 这战场上子弹可不认人呐 阎王爷点到谁 谁就得走 你说 我这个当团长的 得给人家买副薄皮棺材吧 再说了 还得护送人家回原籍 这护送的人 也得有盘缠钱吧 你说我这打的叫什么账 说好听了 叫保一方平安 说难听了 就是给你看家护院的 这样吧 以咱们两个的关系呢 我给你降降价 就 四万打呀 行了 反正土匪一天两天也跑不了 你们就再商量商量 等商量好了通知我 我还有事 告辞了 这老东西张金贵这笔账 咱们以后再算 咱们现在意义大使 现在县里呢 请来了部队来围剿咱 你们说 咱该咋办 霍业啊 我们不能让他把我们困在天空山 我们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 他们就是围着不打 你那点吃喝 都撑不了多少日子 我们还是各自把自己的人马 拉回自己的地盘 也免得让他包的酒 这也不是上策 咱合在一起 还能和他们打一打 要是都散开了 他会一口一个把我们都给吃了 干脆就把队伍拉出去打县城去 把县长杀了 看他还怎么来灭咱 兄弟 这可不像 拉出去还不如守着这天龙山 霍业 你啥意思呀 你就出个主意吧 小六子 你说 火爷这个意思啊 是让咱们把部队拉出去 拉得远远的 离开黄河 离开咱县这个地界 这样 他们的手就伸不过去了 这个办法好 霍业 你想让兄弟们去哪 龙南大山里 我不难为大家 你们都是带着各自的弟兄 来救我娘的 我李伙德 会记着你们一辈子的好 你们想留就留 想走就跟我一起走 我就不相信咱们这三四百人 在龙南大山里 打不出一番新天地来 火爷 我黑刀流带着弟兄们跟你走 我独角龙 我带着兄弟们 不如你倒好 对 兄弟们就跟着火爷了 好 好 跟着火爷走 走 跟着火爷走 要走呢 我赶紧就早走 你们得先走 我得到全城镇去 我得弄点钱去 张金贵这个老不死的 虽然是跑到兰州去了 但她的铺盘着 对不对 我呢 弄点钱 咱以后呢 用钱的日子还多呢 你给咱说说 咱到龙南咋走 龙南啊 咱们 来 咱们看地图说 来来来 走走走 好 走走走 好 咱们 走走 咱们 娘 你咋不喝药了 娘好些了 今晚 又上河里撩水起来 娘今晚撩撩水就不憋了 你是不是老是想着都被吹吹 娘不让金娃说疯话 金娃不说 娘不想让你说疯话 就是不想让你惦记这本子去 娘 娘对我心里难受 心里难受 难受 要知道 要知道我怕难受 这本 不让你二叔 去把水水想给你提起来 娘 娘 吹吹 我要 我要吹吹 我要吹吹 你要吹吹 娘 你这没出现 你这没出现 行 坐 给娘坐 靠上那罐子就狮子 给娘坐 坐 娘 给翠翠家送去 就知道 翠翠翠翠 不是给她送的 给乡亲们送的 娘 咱家又有啥好事了 咱家又有啥好事你不知道 傻爹 翠翠 我现在拉了个摊派的单子 咱县各村根据情况不同 富一点的呢 出这个两百块大洋 穷一点的呢 出一百块大洋 这样算下来 大概是一万千块 在县谱呢 这些年虽说没攒下多少家的 出五千块大洋 你们商会出两万块 您看咋要 这个数字太大了 咱们县城的这些铺面 你们又不是不了解 逼着大家凑这么多的钱 怕要引起众怒 这城里要出乱子呀 那你说咋办 这土匪就不搅了 再说了 咱花钱请部队来搅匪 那也是为了大家 没有匪了 他们的买卖 不是更好做了吗 银贵说得对 你看 交匪是大家的事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而且这事还不能拖 现在咱县的土匪啊 全聚在天洞山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要是他们再散开了 那花多少钱也没用 从这个各村收钱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所以摊派给他们的一万五千块 还得由你们山魁仙殿上 就算是县佛借下你们的 等以后我从各村收上来了 再还给你们 这事我干不了 谁能干这个会长谁干 胡叔 你的耳朵是被土匪怎么割的 伤还没好利落你就忘了疼了 你就不想报这个仇 我就想不明白 这交匪难道是我一个人的事 是我 你给我闭嘴 我还不是为全省的治安考虑吗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团结起来抗日 我们怎么就不能团结起来这个交匪呢 县长 县长 你抗日的话 让我想起一个办法 咱们这次 就以抗日的名义去摊派 就说给前线打鬼子的人募捐呢 这个谁也不敢不给 谁要是不给 就是不支持抗日 那要是不支持抗日 和汉奸有啥区别啊 这倒是个好办法呀 天成 你说呢 我说什么呢 你们把话都说到这份上 不过是不是这样啊 既然要把这事情做好 你是不是 可以让县中学的学生 到街上去游行 多贴点标语 唱唱文明戏 把宣传抗日的势头造得大一点 再给那些个募捐多的商户 挂上抗日模范的鞭牌 咱们县里头 可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啊 大家不会不想应的 好 就这么干 听见了 听见了啊 我火花不是土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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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听见了啊 县长 在城里头敲落大锅 真的是敲落大锅 说我火花不是土肥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听见了 我火花不是土肥 我火花不是土肥 他说 你听见了没有 你听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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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火花不是土肥 你听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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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火花也听见了 我今天肯定回来 我火花不是土肥 不是土肥 不是 不子 老敦家走的时候 我就问过这个饭铺的买家 他说了 这个最多就是两百块大洋 你咋涨到三百个大洋 这一涨就多涨了一百块 你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 要去老命了 我跟你说 要不是我要涨 拿现在的行情渐涨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盯着那房铺来 有人已经出到了四百块大洋了 你是老掌柜的 我跟你说句实话 这个便宜你这个一百块大洋 那我这心里头还不知道怎么对付 这老掌柜的呀 人家走的时候留下话了 是不是 卖高不卖低 对不对 你看这里外一便宜你 我 我这回来还不知道咋交代 哎 柱子 你看能不能想一个变吞的办法了 反正蹲家也就说过两百块钱的家了嘛 哦 去吧 想去吧 小红 去吧 哎 小红 把门带上 把门带上 怎么个便通呢 这个呢 你看 我呢 还是出二百块大洋 当然了 五十块大洋的孝敬费是少不了你的嘛 啊 你看 哎呀 这个东家要是回来了 怎么跟东家交代 哎呀 你就放心吧 这件事情呀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嘛 啊 行 反正 反正东家已经说过这件了 咱就将错就错 咬牙拯交 好 好啊 我拿出来 好 哎呦 哎呦 没事 来来来 来来 你看 这边 我洗好了 好好好 来 我来拿出来 我拿出来 好好好 来 哎 哎 来 是不是 这 明天